我发现是不是很多人 尤其是男生喜欢在自己失恋之后 隐藏那种悲伤的情绪 害怕别人觉得自己非常矫情 或者是软弱 其实这是非常错误的 有损于自己的身心 以及从上一段感情走出来的进度 其实呢我一直非常鼓励大家在失恋以后 那种形式去表达自己的悲伤 或者是跟朋友倾诉 只有这样呢 你才能更快的客观去看待这些事情 并且对自己的感情释怀 一直不说 你就会一直背在心里 一直反复的重复思考这几个问题 他到底有没有爱过我 他为什么会对我做这样的事情 以及我们还有没有可能 你知道通常本来你在这段感情里面 已经是非常非常冲动不理智的了 这时候去思考这些问题 自然是带了很多主观的看法 而且我必须要说的是 失恋或者分手之后的难过并不丢脸 因为这是你真心付出真心爱过的一个表现 没有什么可耻的好吗 没有爱过人才叫真的可耻 所以这完全是OK的正常的 没有人有资格去嘲笑你 或者judge你的一种正常人类感情的应激变化 所以难过是OK的 好吗